注意看,狂妄的韩国选手居然当着观众面,吓唬中国选手,趁熬日格乐毫无防备,突然给中国选手一记耳光。 最让人生气的是,这家伙在第二天就暴露尾气,对着中国选手推荡挑衅,完全没有把中国选手放在眼里。 看到嚣张跋扈的韩国选手,熬日格乐也是丝毫不惧,霸气回队两人直接开战,现场瞬间混乱不堪,吓得工作人员上前置之。 这个嚣张的家伙,韩国选手名叫金再勋,仗着试日本试山口组老大,来华打比赛极其嚣张,在媒体面前骂骂咧咧。 面对不知死磨了韩国选手,中国印汉傲日格乐也是被彻底激怒,霸气前来迎战,势必要让他知道说大话的下场。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,熬日格乐如何给韩国选手上一课。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,比赛开始后,金再勋用前手拳试探,熬日格乐则是双手紧握,慢慢的上前控制距离,趁对手不注意一记低扫砍腿。 金再勋不服用后手拳反击,结果被熬日格乐在后撤中,蹲出的左右白旗打跪在地。 在激烈的队轰中,熬日格乐连续的重拳把韩国选手打倒在地,随后紧忙上去控制住,对着脑袋疯狂砸击,韩国选手被打得痛苦不堪。 吓得裁判上前制止,奈何熬日格乐已经上头根本拦不住,裁判无奈只能霸王硬上弓,强行把熬日格乐拽开,看到这一幕,台下的韩国教练团坐不住。 直接冲上台想要群殴熬日格乐,中国教练团也不是吃素的,猛冲上去与其对峙,吓得韩国教练团不敢放肆,此时的金再勋躺在地上怀疑人生,知道下场这么惨,赛前就不嚣张了,熬日格乐实在是太强悍了, 开局一分钟都不到,就把狂妄自大韩国选手打敌躺诗擂台,如此精彩的场面我们再回顾一下。 最终熬日格乐狠狠地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,让嚣张的韩国选手挺失擂台,熬日格乐以KO的方式成功地拿下胜利,好样的,为国争光。